在未开始讲之前 大家记得支持我订阅这个频道 这部由 MK 活地亚伦 叶念心执导的《致命24小时》 改编自二十多年前 一部很有名的《盲女72小时》 由叶玉卿、黄秋生、陈友主演 这次美其鸣就向这部电影致敬 再重拍 演员的阵容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救病了 找了汤儿做当天 叶玉卿这个角色 合演的有潘灿良 吴卓熙、何沛瑜 我觉得这部电影 找汤儿做已经是事倍功半 我否认这个汤儿的电影里面 都是很薄的 又露背、洗澡露背 又穿一些内衣裤 或者是bra top、底褲 什么都出齐了 但问题是 我们做观众的没感觉 不是说汤儿不好 但汤儿我觉得他不是很适宜 做这类的电影 他没什么 他没什么sex appeal 如果跟以前 叶玉卿那些 真是很有sex appeal 看到这部电影 我想起 应该是想起 二十几年前 我最记得的 应该是强奸 刘偉强导演 王晶做老板那部 最经典那一幕 应该是郑浩南 去强奸 强暴吴雪文 吴雪文也是露点那一部 那一部我真的看得很 很可怜 很可怜 就真的觉得 郑浩南没有人害怕 但是这一部 刚刚相反 我又不同情 汤儿 当然刚才也说 也没什么看头 还有我真的 我不但不觉得 潘灿良很可怜 我还觉得 邓灿良很可怜 你明白吗 一个这么好的演员 去接部这样的电影 反观他的partner 蘇玉华 最近那部 我早前说的那部 叫什么 《正要回浪》 哇 好看得不得了 真的 选戏 真的选戏 选戏 没什么眼光 合演的 吴雪熙 一贯都是这样 不然 一早已经在电影圈 大放异彩了 反而我很喜欢何佩鱼 何佩鱼做 那个角色 如果这个丹正 找何佩鱼做 可能会有 有一定的成绩都不出奇 因为何佩鱼的样子比较亮眼 我会觉得 就是Gina 但是 现在这样的成绩 选户已经失败了 再加上这部戏 原意的没有原意 经历的没有经历 还要是 剧本的方向都很... 东拉西丑 突然间又想玩原意 但又好像很突压 最后不开股 不爆了 所以这部戏的成绩 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可以这么说 一部戏有诚意的制作 我做影评的 我都会有诚意去做 但是一部这么随其 我真的觉得很随其 很随其的一部制作 没有诚意的话 我都没有什么诚意去说下去了